择实投资 顺势而行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在品德修为上 具有几方面的特点善于顺势而行 不会刻意用主观动作干预市场 言谈重规重局 不讲大话废话 事先知晓未来 趋势与结果 不搞什么线性模型预测 善待其他利益主体 合规投资不走偏锋 遵纪守法 指正阳光下的利润 因此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不会在认知上主观判断 什么股票是好的 什么股票是坏的 而是认为只要是股票 就会有好的买入时刻 关键是能否掌握合适的估值 和合适的时机来进行投资 具体来讲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做事无为而至 清净守法 不自我张扬 不做违法违规 失道的行为 即使要发言发声 也不会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 更不会为了博取名声 而发表另类的声音 混淆视听 危害其他投资者利益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能够从混乱的市场 噪声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有项必有理 有理必有数 有数必有变 有变必有通 换位思考 以百姓之心为心 一切计算考核的标准 是以国家实力 人民利益和生产力提高 和环境友好为标准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低调 大方 慈善 守法 将自己与他人 社会 国家的利益 融合一体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关心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 将利益相关者团结在周围 在资本市场中 只要有利益存在 就会在利益博弈过程中 产生相对多与空的两种力量 这是自然规律 和价值规律的表现 基于价值规律的二重性 价值投资者 既应以乐观的心态 预测人性之善 可能出现的理性行为 也要以悲悯之心 去分析人性之恶 产生的非理性行为 这是把握规律真相的奥妙 能否真正掌握价值规律 在于投资者的心境如何 如果心境明镜无然 则无论何时何地 都可能照出价值的 无私 无言 无为的中性来 不会在行情的跌落起伏中 进退失措 而是在真实的市场中 体味人生的真味道 只要用价值规律的 无畏之理去贫赏 各方利益主体 就会显示出真面目 无论正反即凶 只要投资者善加运用 都符合价值规律 有效利用的表述 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对于国家资本来讲 如果坚持价值规律 就会发现 天下的多空力量 都是国家可以运用的力量 对于国家资本的管制者来讲 本者善救人 而无弃人和常善救物 固无弃物的思想 消除分别心 在信息革命和低碳经济来临的时候 提倡节能减排 提高物质能量的使用价值 通过减少智能的消耗 提高信息有虚度 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与生活品质 通过物质文明的建设 满足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需要 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因此如果联系资本市场 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 环境保护 低碳经济和消费升级的相关产业 将在社会制度改革和产业转型中 获得国家资本的扶持 从而为投资者提供长线机会 因此 笔者预计 未来30年 中国经济将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 建立提升 它来拖最优和幸福指数的提高 来获得社会增长的动力 相关产业的投资 将因为国家资本的辅助而获益 对于机构资本来讲 只有坚守价值规律 不做过分的事 不说过头的话 不以损害百姓而获得利益 而是用信用保护百姓 用质量保护品牌 用真正制优 而价格适中的产品和服务 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化的需要 这样的机构 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如果机构在日常生产经营中 做事有行为底线 宣传又实事求是 不装饰不虚荣 其信用和品牌自然建立起来 市场也自然获得拓展 因此 真正遵守价值规律 踏实做事业的机构 很少为了吹嘘自己 而去电视上做标网稿营销 而是宁愿将这些天文数字的 营销花费用在产品开发 质量保障 职工福利 环境保护 客户价值提升 及利益相关方之上 这样的机构 投资者不妨将其纳入公司池 继续进行考察 如果是真的 再考虑选择合适的时机 进行投资 对于居民资本来讲 不应以好或坏来 主观评判一个公司或股票 而是在客观的比较后 判断其是否符合价值 然后再做结论 孔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誓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因此 选择公司或者股票 起码要进行三种比较 一是 比较这家公司股票历史估值 是否已经进入 本身或行业低估值区间 二是 比较公司或行业估值水平 与其他行业比较 是否处于最低水平 三是比较国际上类似行业或公司 这家公司或行业 是否已经处于低估值状态 如果说 别人既是自己的影子 也是自己的老视与镜子 则通过对其他公司 行业的历史和纵向的比较 基本上可以定位出 当下这家公司的估值状态 因此 面对成千上万只股票 无论其价格如何 只有经过比较 才能照出估值的高下美丑来